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他的宅邸就在这附近的高台上可以俯视这片土地 他以其勇敢 正直 善良 被誉为连仓时代不是代表 还有一位大人 名叫Kisou Yoshinaka 据说原是一族非常冷酷 但这位大人 而是以其心灵纯洁 闻名于世 这位大人的家乡也在这附近 这两位千古伟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渴望 那就是希望这混沌的乱世能够早日结束 迎来安静幸福的时刻 让我们也来采一束这紫紫的小花 把这清香植入新田 把那美好的愿望洒向世界 我们采花的时候呢 最好在这个第一个眼睛的下面 这样把它剿断 因为在这下边的呢 部分就是一面要生长的了 最好呢 是三朵花的时候是最香的 好清香啊 在这里花一千日元就可以产摘一桶的薰衣草 这个一桶 我们把它插进去 这里共种植了两万两千株的薰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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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么多蜜蜂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蜜蜂们一起作业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小蜜蜂好勤劳 大家仔细听 有没有听见蜜蜂嗡嗡的小声音 现在正值端午时节 现在正值端午时节 就让我们以彩虚衣草代替 捧一肃紫花在手 懒一缕清香入心 把端午的祝福献给世间 愿朋友长聚首 老幼皆安康 从工作人员的手中 我接过了今天的占命题 据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个花回家呢不能插在水里 要把它晾干 然后倒挂在卧室 这样就可以晴香满屋 海草山晴香 百姓乐端午 百姓乐端午 联系 能 欢迎蜂